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他也被镜头所深深地吸引着 此时 面对人生的分叉路口 金成明说 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做演员 可是父母却把我培养成了高尔夫球选手 但是我觉得人生毕竟是自己的 他希望能够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于是勇敢地迈向了演艺之路 初入演艺界 金成明努力地抓住身边出现的每一个机会 他曾做过电视广告模特 在舞台剧团任职演员 并在1995年参与了剧团新作的演出 这期间金成明不断地磨练自己的演技 也正是因为这份努力 让金成明抓住了属于自己的机会 29岁这一年 他被SBS坏女孩剧组选取了一个配角 而正是在拍摄《坏女孩》的期间 他又被选中出演AMBC每日剧《人鱼小姐男主角》 这对于初出茅庐刚踏入演艺圈的金成明来说 是十分幸运的 而他无疑也抓住了这一次逆天改命的契机 韩剧《人鱼小姐》里 除了女主角雅丽英 让人印象最深的莫顾于金成明饰演的李朱旺了 李朱旺阳光帅气 虽然性格有懦咒之处 但温柔包容 最后勇敢地拯救了女主 凭借该作也是让他的演艺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功 此时他的人气是不断攀高 在短短的三四年中迅速进入事业上的黄金时期 想起出演多部著名电视剧 2004年他跟李多海主演了《花王仙女》 饰演《舞兵一角》 因为精彩的演艺拿下了NBC演技大赏中优秀男演员奖 而在幻想的情侣中 金成明又再次展示了他的喜剧表演天赋 他并不把自己的表演风格局限于某一范围 始终在探索中挖掘自己的潜力 拓宽细路 给人以耳目以形的感觉 钻石的演艺中 还有出演了恶劣又残忍的反面人物 电影《头师傅一体三里》 金成明在片中饰演的黑帮组织成员上头 这些作品无不体现他作为演员的专业素质 凭借诸多佳作 金成明一举走上了事业的顶峰 一跃成为韩国风头无两的当红男明星 然而 就在他事业达到顶峰时 金成明却被爆出惊天大丑闻 更是亲自葬送了自己的事业 2010年12月 金成明在家中西药被警方所抓获 经查原来金成明于2008年4月9月和2010年8月 从菲律宾购违禁物 并通过仁川机场带进韩国 在2010年9月11日到22日期间 在家中共分4次吸毒 金成明对自己的犯罪行为共认不讳 庭审中他表示 自今因为患有躁愈症 又不方便去精神科治疗 所以自行使用了违禁药物 同时金成明还说 4年前自己投资失利加上抑郁症复发 才开始靠这些忘记烦恼 但现在自己真的已经知错了 灯红男演员以演伦为引君子事件发生之后 金成明成为了人人抵制的对象 最终金成明被判刑2年6个月 缓刑4年 并处罚金90万韩元 西药的事件影响是巨大的 金成明的演艺事业 因此中断了一段时间 随后他变得十分的低落悲观 但2013年 他在缓刑期间的金成明 迎娶了大他自己4岁的美女衙医李漢娜 虽然女方是全外人 但是在当初因为恋爱3个月就结为夫妇的行为 而是引起了不少大众的关注 他们在首尔举办了小型婚礼 然而 婚姻生活似乎并没有给金成明带来抚慰 事业低迷 抑郁症仍然困扰着他 他的妻子透露 他会经常酗酒 望着床外发呆 2015年3月 金成明再次被爆出吸毒 随即被警方所逮捕 最终他被判处10个月有期徒刑 并除罚金70万含冤 2016年1月 金成明刑满出狱 也是在这时 金成明的人生旅途走到了尽头 同年6月 金成明与妻子发生了口角 目击了整个吵架过程的儿子 向警方报案 说他对妻子动聪 但他妻子和警方说 没事 两人争吵之后 妻子提出离婚 并许亲戚下暂闭 回家后却发现 金成明冲动之下 用领带在自家浴室自尽 紧急送往医院抢救之后 于6月26日 金成明被宣布脑死亡 年仅43岁 最终 他的家人 按照本人的意愿 同意了器官捐献 群总的器官 也是造福了5名患者 生活中 金成明爱好广泛 另一样一个 潜逊爱好运动的男生 却是一个极度的抑郁症患者 他比常人多了几分不安定感 当时外界都传言 金成明是为情自尽的 因为在生前 金成明曾经和大四岁的妻子 发生过争执 既然外界传言是因为婚姻 但是已经说明生前复杂的人生经历 也有可能是因为其他的因素 因为当初的吸毒事件 对他的影响是巨大的 彻底断送了他的演艺实验 事业低迷 加之抑郁症困扰 夫妻关系不和谐 可能正是在多重因素下 才使得金成明的促瞻离世 而就在金成明的出殡仪式上 曾与金成明有过合作的艺人 张瑞希 韩可禄等 均前往灵堂调宴 距离金成明离世 已经有四年之余了 相信还有很多人对他还存有记忆 金成明所扮演的朱网君 相信已经活在了人们的心中 严宇宙像是一个冷酷的杀手 在对待无辜的人时 也显得异常无情 作为一个高级的感情动物 人们在生活中难免会有不如意之事 但是选择依靠合作方式来宣泄 也是一个很深的学问 金成明作为一个公众人物 他在意自己的形象 在发现自己有抑郁的倾向时 金成明无法大方地选择进出医院治疗 相信金成明如果知道不良物品的后果 会断送他年轻的生命 也许不会选择走上这条线路 作为一名优秀的表演艺术家 金成明的离世让韩国演艺界感到惋惜 同时让喜爱他的观众感到惋惜 人生若只如初见 相信换一种选择 人生的结尾便不会留下太多遗憾 从当红巨星沦落为隐君子 最终绝望自杀 金成明的人生经历也让人不禁的感叹 人生像是一个永远不会停下的陀螺 他的不停周旋记录下了人们漫长的人生轨迹 命运的陀螺一生只为停转一次 那便是临近死亡的时刻 希望每一个守护自己命运陀螺的人们 都能够在宝贵的人生道路中做出正确的选择 毕竟人生只有一次 只能前行却无法回头 好了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咔咔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了